大家好,把一盒纯牛奶放入滚烫的油锅里面 出锅瞬间变成一道美食 真的是高手在民间 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将两盒纯牛奶倒入大碗中 加入两勺白糖 喜欢吃甜的可以多放一点 加入80克玉米淀粉 搅拌均匀 姜牛奶倒入锅中 边加热边不停的搅拌熬制 熬制粘稠状就可以了 然后倒入模具中 晃动几下排出里面的空气 浸至放凉凝固 60分钟后已经凝固了 然后脱模取出 改刀切成长条 切好后放入盘中 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打散搅拌均匀 再准备适量淀粉 适量面包糠 取一块牛奶块 放入淀粉中 均匀的裹上淀粉 再裹上一层剂鸡蛋液 再裹上一层剂鸡蛋液 最后再裹上一层面包糠 想这就可以了 放入盘中备用 锅中倒入食用油 油烧至五成热 下入奶块 用铲子轻轻推动 让奶块受热更均匀 小火把奶块炸至金黄酥脆 控油捞出 裹入盘中 美味的脆皮牛奶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的牛奶香味浓郁 外皮酥脆 泪腻软糯香铁 很适合老人和孩子 喜欢的朋友就赶紧试试吧 跟着大叔雪做菜 让家人开心过好每一天 我们下期再见